- 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思思,欢迎收看我们MVP财经生活频道的过年新春节目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兔年行大运哦 马上呢,接着有请我们对股市永远都有庙方的陈秀芳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嗨,大家好,我是秀芳老师 老师有没有什么吉祥话要跟大家说呢? 吉祥话啊,其实是有点老派啊 就希望大家就是在今年的兔年,然后在股市能够赚钱赚到兔,好不好 没错,好的,我们要一起赚钱赚到兔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哦 那今天是大年初五嘛,传统奇俗上是接财神 接财...登登登登登... 接财神的这个好日子 因为据说呢,今天是五路财神的一个生日 所以思思呢,在这边也有准备了 像凤梨就是往来嘛,就是旺来 那发糕呢,就是一路发发发 那橘子呢,就是大吉大利 汤圆的话都是朱氏圆满 糖果的话就是可以跟另外一半呢 甜甜蜜蜜的这样子哦 那我这边送给大家非常多的吉祥话 那马上来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 好的,回顾呢,2022年全球股市的熊市哦 各大指数都是一个惨跌的一个状态 像是纳斯达克就跌了33.1% 标普500呢,跌了19.44% 台湾加权指数呢,跌了22.4% 那贵买指数呢,跌了24.08% 就只有台湾生... 台湾生计指数呢 是正的哦,是涨了9.8% 生计族群在过去艰困的一年里面 成为这个资金的一个避风港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投信公司也从1980年至2020年 美国经济衰退期间呢 医疗产业呢 企业平均获利成长幅度超过20%耶 明显是优于其他产业哦 所以要请教对生计非常专精的这个秀芳老师 2022年的生计表现火热 2023年还有戏吗 呃...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在问我哦 因为2022年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认为2022年是生计的元年 那持续到2023年 大家一定想说啊生计元年已经过了 那2023年呢 到底是会...生计还有没有戏 那其实我认为是有的哦 原因是因为什么 2022年全球的 全球的通膨升息跟货币紧缩的这些事件 然后台股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 从18000然后跌到12000多点 其实全球股市这么动荡剧烈的情况之下 可是生计产业反而是一支独秀状况 因为生计族群他是在刚性需求的支撑之下 因为生病大家一定就是要吃药嘛 所以不论是制药或是医药 医疗器材的产的产业 他是非常稳定的增长的态势是不变的哦 然后再加上刚刚跟大家讲到 生计产业跟景气的好坏 其实联动性是比较低的哦 所以生计族群反而容易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2023年我认为 还有戏的原因是因为有 还仍然还有解盲取证跟里程碑 里程金路障的一些相关的题材 依旧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 然后接下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大家知道新药的研发进程到底有哪些吗 我相信长期就是有在追踪秀芳影片 甚至有在看秀芳的那个秀芳投资学文章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在这边还是跟大家简单的再叙述一下 通常新药研发有分的几个几个时程啊 第一个时程就是IND 就是依照每一个国家的一些法令规定不同 我现在如果假设我现在要在台湾要申请一个药品 要申请药品要做人体实验之前 我就要跟这个主管警官说 我现在我这个东西有多好啊 我现在要在你们这个国家要进行人体实验 那我现在要进行申请 所以第一关就是要先申请新药临床的实验 然后如果主管警官说 OKOK你可以来申请了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第一期的临床实验 实际就推进到二期三期到最后那个 新药 新药查验登记就是药品要上市 然后取证的这个流程 那其中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到底有什么差 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一期临床实验它是就是适用在于健康的受试者 就是健康 白化纹就是健康受试者吃了吃了这个药之后 会不会死掉 会不会怎么样 对有没有怎么样 就发现吃了之后 生命真相还是都很稳定啊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副作用 那这个你一期之后进行解盲 就会进入二期 二期的部分就是会是新药 研发进程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 因为只要进入二期 二期就是就是在一个病人 就是真正真正是有生病的病人上面做这个临床实验 那如果这临床实验是好的的话 这个新药的一个价值就会被提高 那临床二期就是做少量病人的就是测试 那临床二期解盲成功之后 当然就是进入了最关键临床三期 因为没有临床二期 但也不会有临床三期 临床三期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你的恩就是放大 你本来受试者可能是20个人 然后之后你会扩大病人数来进行测试 可能就50个人或100个人 这要看公司怎么做这个新药的临床的设计 然后接下来三期临床实验解盲成功之后 当然就拍拍手就可以去申请药证的申请 药证申请大概你递件之后大概是一年 一年之后你大概就是可以 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顺利取证 所以就是每完成一个研发进程 就离药物上市越近 新药的价值当然就会同步增加 对不对 是这样子简单讲了一下 你有听得懂吧 有有有有有有听得懂 对不对 关键的时刻会是在临床二期的时候 接下来就告诉大家就是 我认为2023年最有提材的个股 第一档个股合一 我想必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 合一这个老实说我自己也在等中国药证从 2022年等到2023年的现在 就是还没等到 那最近合一他在 前几天就是市场上就有关注到一个议题 就是合一在中国药证的申请的进度 居然变成是暂停的状况 所以市场上大家都开始一些 有一些纷扰就是一些传言 开始紧张了 对很多人就 秀芳的学员甚至粉丝来问说 秀芳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还没有轮到我要说要怎么看 公司就已经迅速出来 在QA上面就已经告诉大家 公司上面是说明说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审查的阶段 所以现在这个太阳变成是暂停 是很一般的一个流程 就是技术性的流程之一 所以叫大家不用太紧张 可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 因为市场上大家就是很多纷扰 就会说是不是有补证的 就是是不是 是不是要补证 因为补鉴啊 因为如果是进入要补鉴的程序的话 哇 这样中国药证就会再 花更多的时间才会拿到 所以公司也一带说明了 就说 那个他们没有收到任何补鉴的一些通知 所以叫大家放心可以安心的等待 我想这样子 虽然之后公司出来讲之后 股价表现好像也不是太好 可是我觉得 合一这档股票就是我一直告诉大家 就是就是长线思考 就是我们不要看这么短 因为我相信 有长期看修芳节目的人就知道 修芳一直告诉大家 合一这档股票就是要长线思考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的策略就是在等中国药证嘛 那我们就乖乖的等待 因为我相信就是不会让大家失望 那除了中国药证的部分 当然还有授权的部分 我认为授权才是我真正关注的重点 那授权的部分也是等待公司就是 给我们一个就是好的消息 我希望年后之后 合一的进度就是会一直 就是推进一直往前 然后也不会让一些股东们失望 所以合一这档股票 我认为就是大家可以持续留意 然后长线的思考好不好 放长线钓大鱼的概念 没错没错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在益达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益达这档股票 就是认识有多深 益达这档股票 他其实他主要的一个药物就是 叫Consivit Consivit他就是一个前列腺癌 他是6个月季型 他已经在美国上市了 公司在法说会上面也说 就是在23年的Q3 在欧洲就是有望也可以上市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在这个02的新药部分 在今年也会要进行临床实验的解盲 那一般新药公司的business model 通常都是解盲之后 就是紧接着会有一些授权的一些题材出来 所以我相信益达除了解盲 如果解盲数据是好的的话 我刚跟大家讲了 二期解盲之后你的价值就是 新药的价值会变更高 所以二期临床实验解盲 如果数据好成功的话 我相信公司会紧接着就是 开始会积极的去进入授权的这个 这个题材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保龄腹井 保龄腹井这张股票可以说是秀芳的老朋友 因为秀芳的学员常就是 这档股票让我们其实获利满满 保龄腹井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拿百灵肾脏病的新药 他在22年的Q1的时候 有在三期临床实验有解盲成功的 所以市场上对他的期待就是在取得 中国药症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中国药症中国的人口很多 所以中国的市场是对保龄腹井是非常加分 是让市场上对他有非常有想象空间的 今年的话就是保龄腹井在拿百灵在中国 就很有可能就是会有取证的这个题材 取证了之后 如果顺利取证之后药品上市了 保龄他依照合约他可以拿到一笔 蛮大笔的Milestone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进行留意跟关注的部分 再来就是药滑药 药滑药大家应该也是耳熟能详 也是很不陌生 对对对对 可是药滑药他本身是一间非常非常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他其中有一个药叫PV的 PV他是主要是是用在罕见的血癌部分 PV这个药他已经拿到了六国的药症了 在12月22年12月12月30号 最后一天他们也送了中国的那个NDA 然后在1月最近也送了马来西亚的NDA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其实药药药他在一些在送药症的 国家其实越来越多了 然后最后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同一颗药 还有另外一个indication 就是在失音症的部分 失音症 他另外一个失音症是在ET 这ET是在用于在骨髓的骨髓的部分 然后也要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解盲 其实公司有公告说 三期临床实验的收案已经达到了9成 所以在今年我认为 今年也很有机会在年底的时候会有解盲的题才出现 再来就是台康生 台康生之前也是 就是在22年的12月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在22年的12月14号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也是一直在等 乳癌相似药的美国药症药在22年的年底拿到 其实我自己在等 就最后等到的是什么 是那个FDA就来函通知就是针对 因为查厂的时候发现到那个在药品的制成上面 跟一些设施上面发现了一些缺失 然后就希望台康生可以进行改善 那这个时候也很多人也会觉得很紧张 然后我的后台LINE AT 后台或是学员 开始一直在问我我的想法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 没有这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他并不是 FDA并不是说是相似药或者是 药物的安全性或者是临床的数据有问题 他是说在制成上面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 反正最后股价也是一根跌停板反应的 公司他在法说会上面也说 在23年的Q1会 就是会尽快的授权合作伙伴 然后提出申付 所以我认为今年23年 就是台康生在乳癌相似药的部分 也是很有机会可以在 有拿到药证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接下来我看台康生 其实我看台康生不只是看乳癌相似药的部分 其实我看台康生还有一个最重要点 就是在CDMO的部分 那22年的台康生CDMO的订单 其实相较于21年已经成长了20个百分点 这也是我认为台康生接下来大家可以留意的另外一个题材 好不好就是在CDMO的部分 然后在接下来这张slide是告诉大家 就是前一张slide是告诉大家是有解盲授权取证的题材 接下来这个就是真正真正是有获利的公司 他们接下来今年的一些展望 像是美食保龄附警跟志勤 发现保龄附警两个都有耶 对没错 司司真的很聪明 就两个都有就代表说 我认为他有双题材的部分 先跟大家讲一下美食啊 美食这张股票也是秀芳的老朋友 你会发现什么生技股都我老朋友 没错因为我都很熟 然后就是美食这个部分就是 在22年的9月 市场大家一直在等待美国血爱药的部分 其实也顺利出货了 所以这也顺利的带动美食他在 在Q3的时候的财报的获利表现 接下来公司有说就是之后 美国血爱药的部分将会 每一年会分3到4次出货 然后当然就是分别是落在每个Q Q1 Q2 Q3这样子 继续出货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 有一个关键就是 美食在跟原厂 原厂这一个协议上面有写到 他们不用就是降价 就可以增加逐年的增加那个市占率 那可是市占率到2025年的 时候你是不能超过两位数 那我就把它简单思考 两位数就10个百分点嘛 可是从这边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美食从2023年 应该是说从2022年的9月开始到2025年 这几年每一年他们公司在美国血爱药的 的销售是会逐年逐年递减 递增的 抱歉是递增的 所以代表说 美食未来几年他们的获利展望是 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 他们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高 高速成长的公司了 那还有一个点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之前市场上就开始在那边说 美国血爱药的部分他们的毛利率 是很高的 那我可以提供大家的数字 在22年Q3的美食的财报揭露的毛利率 是大于Q2的毛利率大概有20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就去想像 美国血爱药他的毛利到底有多高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美食这张股票 在今年甚至是未来几年 其实他还是可以持续留意他 就持续做关注 然后接下来就在保龄附景的部分 刚刚施施有提到 前面保龄附景有 今年有取得中国药证的题材 接下来保龄附景他还有一个就是权利金任劣的 这个题材 是因为那个拿百灵的部分 拿百灵在22年的时候在美国跟日本的专利 就是已经到齐了 所以他们就不用再把一些权利金 就是分给发明人 市场上面推估说在22年Q4保龄附景的财报上面会把之前多任劣的部分回充 所以这白话文就是说在22年Q4保龄附景的财报 其实大家是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再补充说明一下 22年的全年的财报会是在23年的3月 上市规公司都要公告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家可以再进行留意 然后最后最后就是智智智智这张股票 其实市场上在22年就一直在炒这个题材 一直在等这个题材 在宜藏 宜藏来新药的部分 他的销售里程碑入财 因为这个销售里程碑金其实是一笔蛮大笔的数字 那智智主要是在欧亚区 宜藏来在欧亚区那边都是有双位数的成长 那在22年的时候其实也是双位数的成长 可是为什么没办法达到这个 没有办法取得这个销售里程金 原因就是因为 在欧元跟日币大幅贬值之下 导致公司在22年没办法顺利的取得这个销售里程金 那可是这也没关系 为什么没关系 因为在23年呢 他们在欧亚区的一些销售 销售的幅度也是持续的在成长 那 接下来就如果是欧元跟日币就趋于稳定的情况下 我认为23年其实 要有任列这个销售里程金的入账的机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哦这样看起来2023年我们的升级类股 还非常的有戏呢 刚老师提到的个股的部分呢 大家都可以再多多做观察哦 那不过升级类股有这个可以做存股的部分吗老师 我认为是有的哦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档宝瑞 6472 我认为他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股票 那大家知道那个宝瑞是CDMO的大厂吗 不知道是是知道知道 请说请说 他是生机类股的这个台积电 没错没错 其实他就是生机类的台积电 CDMO就是这个概念 他就是等于是电子类股的代工厂的概念 哦这么厉害 对对对所以宝瑞他其实算是CDMO的龙头啊 那大家可以我准备这几张视频大家看一下 我是从营收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22年从9月开始营收就大幅跳升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宝瑞他一直持续在并购 一直在并购并购一些公司 那在9月的时候 他们在去年有两个并购案 其中一个并购案就是并购安城 安城药 那并购安城药之后 就是在让他们的获利表现 整个营收表现从 这边是5亿开始往上冲到18亿左右 那所以就代表说什么 这并购的重效其实是已经显现出来了 再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从 22的Q3年 其实宝瑞的EPS有13点多块 已经赚赢了22年的全年 那就代表说 这个宝瑞的这些并购的重效 其实就是慢慢慢慢显现出来了 然后重点是市场就开始有人推估 宝瑞在22年有机会赚到了 两个股本 那当然公司马上出来澄清说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公告猜测 你们还是一切是以公告为主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说 公司出来澄清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以前我是上市 上市会公司的财务主管 常很多新闻就会说到说 你们公司是获利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当然我第一时间都要跳出来澄清 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出猜测嘛 避免后面的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些困就是困扰 所以公司统一都会出来说 没有没有那不是我们说那是市场的猜测 那我觉得 没关系公司既然出来说是市场猜测 我们就持续的在追踪他们的财报 22年的财报 我们再检视一下到底公司的获利是不是就如 市场上的传言所说好不好 我是觉得就是在22年的财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帮大家准备一下就是股利发放的部分 因为刚刚有跟大家带到 就是我认为宝瑞他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股票 原来是也是因为说他们是 获利是稳定的 然后再加上配股配息也是稳定的 其中他有8年已经是 连续8年配发股利的 我觉得这个重点会是在股票股利的部分 因为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现在电子业他们其实在配发股票股利的部分 其实算是非常少的 宝瑞他一路走来其实都有在配发股票股利 因为配发股票股利呢 如果你配发股票股利 那你公司的股本同步会放大 那如果你的获利没有跟上的话就代表什么 你会稀释公司的EPS 所以我认为宝瑞他敢在这么 你看这么多年他都敢配发股票股率 就代表什么 公司对于未来的营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那我也简单的统计一下 就近5年啊 宝瑞他的鼓励发放率 发放率大概是在55%左右 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鼓励发放率 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K线 我特别抓了那个还原月线的图 就代表说 其实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存 其实你现在 其实已经都 填全息了 已经都填全息了 其实你都没有吃亏到 那有些人就想说 那这样子现在股价这么高 那我不是 我不是要把宝瑞来当作是存股的话 我应该怎么操作 其实我认为因为宝瑞今年的 2、3年的成长是没有疑虑的 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认为宝瑞这档股票呢 如果是股价有拉回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进行留意了 好刚进可攻退可守这档宝瑞 就送给大家啰 那其实生技族群呢 可以细分成很多的族群哦 那试试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除了制药之外呢 有像刚刚秀芳老师所说的合一 还有美食保龄富井这些制药股 另外像是衣材 食品生技 保健药品销售等等呢 都是生技医疗的范围 那除了制药类股之外呢 秀芳老师也有看好哪些的销售通路吗 说到销售通路的部分 大家一定直觉的想到就是大树药局啦 没错就是大树 我认为大树这档股票是非常非常适合存股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找存股的标的 就是一定会先要首要符合两个指标嘛 第一个指标就是有稳定的获利 再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要稳定的配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可以看出来吧 就是大树他在营收表现方面是不是就是 稳定的成长 对吧 获利是稳定的成长 再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息的部分 他在现金鼓励跟股票鼓励 他已经连续9年都配发现金鼓励跟股票鼓励了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认为敢配发股票鼓励的公司代表什么 芝芝请回答 就是敢配发股票鼓励的公司就代表什么 代表他有非常好的成长率 觉得公司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营运展望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是的 那大树在这个部分他股票鼓励其实配的也不少 那我简单试算近5年的 鼓励配发率大概是有将近 百分之88 是不是比刚刚保瑞 是不是比刚刚保瑞还高很多 所以这档股票我认为这档股票是 非常非常适合存股租进行存股 当然秀芳身边很多的朋友们都是 因为我们就是生计背景的嘛 所以秀芳很多朋友们就是 大树这档股票就是他们的存股标底之一 因为还有别的存股标底 这也是一档就是适合大家存股的标底 然后再来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大树之为什么 之后的展望是怎么样 简单来说就是公司就是每年就是稳定稳定的在 电数在稳定稳定的扩张 到2025年公司是预计是要一些商店圈的跟社区店的 商圈店跟社区店的成长要到500家 然后其实我认为大树最主要我自己看点 是他们要打入宠物的市场 大树他有就是 就是连锁药局的这个成功的模式嘛 因为我认为成功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他们如果顺利把它复制在 宠物的市场上面的话 我认为后续真的是可以期待 毕竟台湾一年的 宠物市场大概有500亿的赏金 只要大树能够就是把这个经营本业的 那个药就是药局通路的模式 然后成功的复制到 仇物上面 我认为之后大家真的是可以 对大树可以就是有所期待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看一下这个大树的K线图 其实也是一样啊 就是还原月线图看来 其实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存 我相信你都不会亏啊 你都是已经填全息的状况 好的那不过秀邦老师大树现在的股价 还有本益比似乎都偏高 那操作上面老师是不是有什么 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嗯这其实也跟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就是大树这张股票我认为它是 适合存股的标的 对然后像刚刚保瑞我就跟大家说 我认为它是什么 进可攻退可守 那大树的话如果你是存股 你是存股足的话 你是存大树这张股票 你就依照你自己的策略 有的人我身边的朋友的人就是可能5号发薪水 他们就是每个月就这样存一点 每个月固定存这样子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会固定是 30号就是看你的策略 看你的策略是什么 如果你是存股你就依照你的策略 继续存下去 那如果你说没有我没有要存股 我就是要买大树这张股票的话 那其实老实说那你就只能等 拉回的时候你再进行介入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 刚刚事事有说这本益比 就是好像比较高嘛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等真的股价真的有修正有拉回的时候 你这么那么爱大树 你再进去买好不好 好的那刚秀方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将近10档非常不做的生计标的 听说老师还有准备一档吃房菜是吗 对对对一定要的 因为我每次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是一定要准备一档吃房菜送给大家 那这一档股票呢 其实就是也是刚性需求的 就是眼球商机的大雪光 为什么会介绍这档股票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讲到大雪光大家会想到什么 思思你会想到什么 大雪光吗 我会想到的是眼镜啊 还有一些 医疗啊 医疗的部分 对就在眼科雷射的部分 对对对在那个 特别是在近视镜射射的部分 因为我本身也有去做近视镜射嘛 对然后其实大雪光他 近视镜射射是在台湾市场算是非常 就是数一数二的一间 一间公司啊 那我们可以从 嗯这个 这个slide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大雪光的营收其实表现一路走来都是非常非常不错 特别在22年的12月既然还创了新高 那今年的 呃今年农历年算是比较早 然后也是比较长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安排在 哎之前这个时候 因为会有修复期嘛 所以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就是会去进行一些 近视的镜射矫正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雪光他之后的营运的状况 其实是大家可以期待 会越来越好这样子 对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 就是年假过后小学生嘛 学生他们就是会要开始开学 开学之后一些小学生他们会进行视力的检查 进行视力检查 大雪光他们也有在做一些 视力的检测的一些一些业务 所以接下来也是会可以带动到 一些营运的状况 然后最后一个重点我觉得啦 因为就是在中国的部分 因为大雪光在中国地区也是 也是有一些营运也是有一些营运的 那中国现在就是以光的速度 在进行解封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大雪光之后在大陆那一块的 呃成长 就是也会很快速的复苏啊 然后继而是成长的状况 那接下来就是可以再看一下大雪光这档股票 其实他也是连续9年配发 配发股利 那我也是简单帮大家试算一下 就是近5年的平均大概 股利配发率有达到66% 其实也是算是蛮高的 所以大雪光这档股票我也认为 其实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档股票 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这个是日线图 其实 你可以明显看出来 其实投信他持续有在买 虽然也是有在卖 可是现在投信的持股比率大概是约3%左右 大家知道吧 就是投信他买的一档股票是买什么 是买趋势跟价值 所以投信都已经安心的有在买 其实我觉得 这档股票我们也不需要太大的担心 接下来就是看股价部分 其实股价现在到这个水位大概300出头 我认为其实上方空间其实还不小 还不小 因为毕竟今年的大雪光他的题材 跟大陆那边的一些获利表现 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这档股票就当成是 秀方私房菜送给大家可以做留意的部分 好的 非常感谢老师送了这个私房菜给大家 可以说是有看到我们过年 特别节目的朋友们都是有赚到的 帮大家复习一下老师值得关注的标的 分别有美食、合衣、艺达、保宁复井、智勤、大树 还有大雪光等等 大家就是可以把这些标的 放入自己的口袋名单 最后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初五快乐一起迎接财神啰 大家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